前段时间深圳有一位民警酒后驾车找不到回家的路 结果呢把车开到了东莞停在了路中间 然后就在车上呼呼大睡 当地交警叫醒他的时候发现满车的酒气 而他跟警察交代之所以喝多了 是因为中了900万的大奖太开心了 那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10月30号晚上9点多 一辆深圳牌照的越野车停在东莞凤岗镇龙平公路右侧车道上 司机在车上呼呼大睡 路过市民立即报警 它是车窗是打开的 那么我们靠近的时候的这个车里面呢 就是一种酒气熏天 很浓郁酒味 而且呢还有不少偶突兀 叫了很长时间呢才能把他叫醒 最起码应该有五六分钟了 男子行后交警查看了其工作证 该男子姓池竟是深圳龙岗南陵派出所的民警 经抽血检测 池某每百毫升血液的酒精含量 经达到了190毫克 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 据池某第二天酒后回忆 当晚他在深圳与好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喝酒 为的是庆祝自己中了双色球大奖九百万元 至于怎么开车到了东莞 他已经记不清了 目前深圳龙岗南陵派出所已对池某停职调查 东莞警方将其刑事拘留 他利用你来说 你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